嘿喲 大家好 我是小白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玩煉金與巨獸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講一個比較乏味的東西 但是我蠻想要跟你們介紹的 就是我們的靈業模組裡面 有一個方塊你們可能會覺得 那些方塊到底是什麼 好怪喔 它會叫做齒輪箱 水閥 出貨箱 跟控制盒 還有一個叫做農場方塊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 這個農場打造起來其實還蠻有趣的 雖然不會比我們現在用的這個農場還要快速 不過 欸 有 有 如果有的話 如果你有裝這個模組 你就可以有這些靈業的東西 但這個靈業的東西就是 這幾個方塊可能一開始大家看的時候 比較不太懂會用什麼 所以我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使用它 那麼在打造這些之前 因為它的合成方法實在是太過於乏味了 所以呢 我就直接先做好 然後呢 準備在這邊給你們看 因為他們只會用到各一 除非你要蓋很多種農場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弄一個 那這個怎麼做呢 按 如果你有裝就是模組中的 這個 JEI 或 NEI 應該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合成方法 其實就 蠻複雜的 反正就是一直不斷的從木棒啊 合成上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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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 然後最後再加一個農場方塊 就是你會需要 銅磚 銅錠 然後半磚 這個任意半磚都可以 重點是這個錫針管 錫針管必須經過熱電子加工台 然後擺成這樣子來合成出 四個錫針空管 這個針空管基本上就是 從這個熱電子加工台做出來的啦 所以我們的熱電子加工台就是 二樓那一間 在這裡 就是那一台 這裡 對對對 就是它 就是先前用過的 合成的 對 就是 欸 我好像有發現你在這 孔子牛 你在這裡幹什麼你 你會被跌死 而且你長大了耶 我在騙誰啊 根本就沒有啊 看不出來 那 我們就先來安裝這個 方塊的東西吧 因為基本上 合成方法都 大同小異啦 就地板門跟農場方塊 大部分是這樣 那我們就來合成 看一下這個東西怎麼裝 如果你們有玩這個 林業的話 可以來看一下 欸 我們找一塊 看起來有點看順眼的大地 欸 那邊有點遠喔 而且 欸 我現在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們這樣子看過去 哇 這張這個系列陪我們 陪我們快要五十幾了 已經已經是四十九了 有一種 好棒喔 的感覺 好棒喔 是怎麼樣 好啦 我應該就找這一塊 地就好 我覺得那邊不錯啊 這邊看起來很平啊 這裡啊 對不對 我們就用這裡來示範好了 因為他其實其實他會自己 長出來 就是會自己整理啊 所以不用太擔心這個 我們把這邊給弄掉 OK 怎麼擺放呢 你會需要要這樣子擺放 三乘三 然後再往上 好 這樣子 再來呢 你會需要齒輪箱 像是三乘三乘三嘛 最上面這邊 我們就要放一些功能 我們會需要用到 齒輪箱 水閥 出貨箱 跟控制盒 然後呢 再把剩下的填滿 這樣子 基本上你會看到 他有一個黑色的束帶 會把它捆綁起來 有點像是 一整個箱子 整個組合起來的樣子 那這個時候你 對他點右鍵 會出現這個介面 他會告訴你 欸 你沒有能量 你沒有水 你現在的種植的模式是什麼 我們就種樹就可以了 不用 就是 切換 除非你有刻意要做切換的話 你就是要用到 模組中的改變 改變他的模式的 那個叫什麼 晶片 對 晶片模組也是從那個 熱電子加工台去做 所以你可以 改變說你可能想種 胡蘿蔔 你想要種 小麥 你想要種樹 欸不對 樹不用種 不用改 應該說原本就是樹了 真害羞 放上去 然後我們啟動 在哪 他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電 有沒有電 有 他現在有電 但是他說沒有肥料 肥料就是那個 那個 靈灰石 這個就是肥料 也就是我們上次 挖了一大堆的靈灰石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 來 靈灰石是用跟 沙子合成 對對對 忘記了 但是靈灰石 一組應該就夠了 我記得沒錯的話 放上去 OK 那再來他還需要 水 對 他是需要水的 那我們就來把水給裝進去 裝要怎麼裝水呢 就是很簡單 你們記得我們每次都做的那個 無限水源嗎 對對對 就是那個無限水 這個是水漏斗 我們把水漏斗拿出來 然後我們就把無限水源給 安裝上去就可以了 有廚藝槽欸 我們用廚藝槽來用吧 因為廚藝槽可以讓空間就是 變得比較高一點 然後我們還需要 水靈護符 對 我已經不用 水桶那麼 低階的東西 我們已經進化了好嗎 我們要用這個 好 把這個 這是水閥嘛 所以我們把漏斗插上去 然後上面疊 廚藝槽 對 有了廚藝槽之後 對 我們這樣還是需要一個漏斗 哎呀呀 我來稍微給他鋪個範圍 你們覺得怎麼樣啊 我不知道這個範圍行不行欸 我們試試看 這麼大 再大一點好了 我不太確定他可以到多大 我們就 故意給他蓋個超大 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 這樣子應該夠大 然後我要拿出我的 豐收戒了 好 嘿 等一下 對 欸不對 對 清乾淨 好的 大致上整理成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任何錯誤 沒有 沒有錯誤 然後呢再來就是 因為他要種樹嘛 所以我們幫他準備一下泥土吧 這樣可以嗎 再放多一點好了 泥土可以再放兩組 泥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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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 水OK 沒有魚 喔來了 開始了開始了 好 好像在看定格動畫喔 我給他的樹苗應該很夠才對 你看看 對對對 我是擔心泥土不夠啦 他其實放的蠻小的欸 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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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為可以更大 好 這裡目前有一顆樹已經長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要做的 要怎麼處理掉他 喔 喔 砍掉了砍掉了 有有有 他自己砍掉了 砍掉之後會自動再把樹給種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木頭在這 有 那我們是不是有一個出貨箱的孔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格子是出貨用 那我們就來把東西給抽出來看看吧 好 要把東西抽出來記 你們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需要 管子 往上抽 抽到這 放進我們的水晶箱 我第一次做水晶箱出來 就是 水晶箱好處是他是透明的 並且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 那 你要把東西抽出來的話 就是需要用到 引擎 燃料 然後 欸 紅石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成果 有 木頭 上升 進去 有 欸好快喔 已經49個木頭了 欸還有一個蘋果 他蘋果會抽出來嗎 有欸 去吧 阿寶 有有有他抽進去了 可是連樹苗也會跟著上去 欸 等等 欸 欸 喔 完了 喔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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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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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忘記一件事 我忘記一件事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呃 這個 狀態是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 這個土啊 這個是 它的斧植土 這個斧植土呢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會慢慢進 就是變成乾燥 會 會變得有點乾燥 所以這個斧植土 其實它只是 它有種植的那個時間點 如果說你太快 你 你太快去 加速它 就會變成說它的土會直接瞬間的 變成沙子 就是沒有養分了 沒有養分 對對對它是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 我不應該用這個 這個的 所以已經 呃證實啊 就是不能用不要不要用好了 它變成 它變成沙子 不要不要不要 OK把這個拆掉 那既然沒辦法種 沒有辦法加速這台機器 那不如我們就 來加速整個種植的速度怎麼樣 OK我都裝滿了 那我們就 來把四個角落都放上 豐收女神戒 我們來看一下速度怎麼樣 呃 放在這裡好了 這裡算是最貼近的地方了 好 OK 喔 它 它這麼快 有辦法來得及嗎 喔 你們看到的每 每 每爆掉一次葉子啊 都是一棵樹長出來了 的的的提示喔 哇這台機器 喔 非常漂亮的跟大家介紹完這一台 林業的機器怎麼運作 基本上 這台機器能夠讓你高效率的 產生很多樹木啊 呃種植很多東西啊 基本上我玩了一一二之後 我就再也不需要農場 好的以上呢就是這個 林業的機器的自動農場的使用方法 那麼就這樣 感謝收看我們下午見 掰掰 掰掰 又不會有什麼東西 Marilyn 這台機器 我們下午後 到五個月 後 晚上 在笑 的話 請